厦门街熟食中心的四家小贩连续两年登上了米其林 新加坡必比登推荐荣誉榜 上榜摊主表示生意在过去一年增加了至少20% 游客的人数也明显增加 每周至少迎来一两个美食旅游团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楼高两层的厦门街熟食中心 除了是中央商业区上班族的用餐好去处 未来也可能成为外地旅客必到的美食景点 米其林日前公布了新加坡必比登推荐名单 同在一楼的超好面 同济牛肉粿条和鸡肉粽 以及驰名香脆咖喱布连续两年上榜 自从米其林我们的生意上了20% 我们会有游客从香港、美国、澳洲 他们都客地下来吃 有些多的群组会带食品来 美食团一般会先联络摊主预定 刚巧中午就迎来了一批香港游客 我们公司就推了一个叫做香港美食团队的 从去年开始 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一个团队会来 专门就是吃新加坡那种就是地道的小吃 美食小吃都是米其林推荐 但也有其他慕名前来的旅客 杂志上有看到这里有几家店被米其林推荐 所以想试一下新加坡当地的一些风味 绝对会希望变成一个景点 牛车水巴沙它也是一个景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巴沙那边 今年共有20个小贩登上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名单 厦门街熟食中心是米其林密度最高的美食中心 谢谢大家